在河南省南阳市铜百县 万亩黄金蜜桃正值丰收季 黄灿灿的桃子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果盘子 也充盈了果农的钱袋子 在铜百县岳河镇的黄桃种植基地 一个个黄灯灯的桃子外观漂亮 肉色金黄 果形整齐匀称 咬上一口果汁满满 每年从六月份开始 铜百县的黄金蜜桃分早中晚多个品种 开始陆续采摘上市 眼下正值碗熟品种的收获期 一个个金灿灿水灵灵的黄桃销售出去了 与之相应的是给附近的村民增加了增收渠道 实现家门口就业 目前铜百全县的黄桃种植面积 已经达到了两万亩 亩产值七千元左右 受益群众达八千余人